哈喽大家好,我是Mia,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高楼大厦 每一个国家的城市里都会有它地标性的建筑 但还是会有一些建筑是以创意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那今天,请到大家去看一座外观最奇葩的大楼 位于泰国曼谷的大京都大厦 有着314公尺,77层高 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像素化大厦 开放一年就成为了曼谷最高的大楼和地标性建筑 大楼外观环绕着错落不对称的几何方块图形 向上盘旋非常的特别 好像只剩一影片变形金刚的感觉 从远处看,好像是还没有干好的烂尾楼 总感觉快要倒塌了一样 也被人们称为是一根被啃过的寓意 让那些有强迫症的人非常难受 这座楼的设计师是来自德国的建筑师 奥雷社 建筑师是故意将它设计成了一幅快要坏掉的样子 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天马行空的设计理念也是前所未有的 它在国际上也得过无数的设计奖 这里还是一座综合性的摩天大楼 里面是有公寓、零售店、饭点、酒吧等配套设施 当然也少不了最高处的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是一个全新的天台 全景餐饮娱乐场所 极致呈现了曼谷诗区 壮观华丽的360度全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楼中间会发射出彩灯 那画面是特别的炫目 令人感到非常的震撼 不论是在浪漫的夕阳西下 还是会令人兴奋的夜晚 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 好啦 这次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